中山真是一個具備了幸福的城市 買到中山的觀眾朋友再次恭喜大家 其實大家都知道 深中通道對於中山的影響是非常非常之大 整個深中通道 它將兩岸的距離從一個半小時縮短 不用半小時就去通勤 這個這麼方便的大橋 深中通道 就是我們2014年的6月正式開通 這個有利消息一傳出 其實已經非常勁爆 更加好的消息又來了 我身後的這個就是我們深中通道 這邊的南投站 它是一個我們的總站點 這個跨深的汽車總站 它其實非常之厲害 它整個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高出來的部分 它會是做回我們的雅寶酒店 一個三星級的酒店 而下面就會是我們一個 汽車客運總站的一個位置 整個汽車客運總站 其實它作為一個十一個站點的其中一個 其實它每天承載的一個人流車流是非常之大 例如說我們很多的長途汽車 例如說我們旁邊的樓巴車等之類 未來如果觀眾朋友想回到南投 真的我們選擇的出行方式非常之多 總多樣了 坐輕軌又可以 坐我們的直通大巴又可以 坐樓巴車當然可以 甚至是旋運 其實我們去到我們的信德港 更加之近 所以我們層出不窮的一個交通方式 就是為了拉近你與我的距離 其實我們再說回 整個心中通道的現在 它傳出我們會有 每天最少四百個班次接駁車 進行連接 而且更加可能是免費的 其實Tiger這裡就有一個設想 我用一個最慳錢的方式 怎樣可以在香港出關之後 來到我們中山海瓦呢 其實現在如果是坐我們的 海瓦的直通大巴 叫做二十五元 就已經是搞定了 如果未來深圳線 我估計都不用五十元 這個是其中一種省錢的方法 就不用自己開車 當然還有更好的方法 在我們深圳灣後岸裡 其實我們打滴滴 又或者是坐公共汽車 我們以一個五元雞的價錢 直接是可以坐到 深中通道的一個入口位 在深中通道的入口位 我們坐直撥巴 有可能是免費的 再通過了之後 我們就會來到我們的火車 或者港口 或者馬安島等區域 都有四個不同的出口位置 我們在出口位置 再坐回中山本地的公共汽車 其實叫做兩元到三元 就已經可以去到我們的南投了 相當於如果最便宜的方式 只需要八元雞 只需要八元雞 我們就可以來到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其實兩地 香港出來到我們一個中山的南投 大概距離都要去到整百公里 整百公里的一個交通 僅僅八元就可以搞定了 非常之驚喜 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不同的利好消息 慢慢傳出 中山的潛力一直都是非常之大 中山它存在交通上的變化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道路上 我們現在是南投大道 未來這條南投大道 它都不會設定這個紅綠燈 它全部都是用回我們的快速路 還有我們下面的一個環線道路組成 其實剩一個就是為了我們交通的更加暢順 而好像我們這邊說話的海瓦 北風城這邊 它2024年六月份 和深總統道同期開業 到時候我們家電中心 擺在這個位置 其實這邊一定是車水馬龍的景象 所以政府預先做了很多工程上的佈置 例如我們的污水管網 道路 或是我們交通路線的鋪設 所以我個人非常之期待 我們未來中山的一個變化 我相信有變化 有增值 以及會有我們整個政府支持的地方 一定都會有一個很好的修成 我Tiger作為我們南投這邊的一個小小業主 其實我也非常之慶幸自己當初 真的下定了決心買到我們的單位 也希望各位觀眾朋友 可以在我們大灣區買到屬於自己最心儀的靚仔單位 我是Tiger 我們下期見 Bye Bye 歡迎各位觀眾收聽我們加油喜事頻道 如果未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可以現在訂閱 暗賣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影片了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